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刀望點評 我是利斯 隨著最後一批美軍人員 在8月31號撤離阿富汗赫布爾國際機場 在塔利班即將重新掌權之際 阿富汗或者再次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 輿論關注美國外交政策重心 是否會再次轉回反恐任務 美國又是否可能為尋求中國合作 而改變當前對華政策呢? 阿富汗戰爭是美國在外國領土 發動的歷史最長的戰爭 但20年後隨著美軍倉皇撤退 塔利班武裝分子重新掌權 這樣令美國總統拜登飽受批評 拜登就結束阿富汗戰爭進行辯護 勢言繼續反恐 同時提及美國面對來自全球 包括中國和俄羅斯的挑戰 美國之音報道提到 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署 在剛剛上任的時候 曾經將中國列為美國最主要競爭對手之一 但911恐怖襲擊後 美國被迫將其外交政策重點轉為全球反恐 並轉移與北京合作 美中關係由此得到大幅改善 但有分析認為 20年後的今日 美中關係與雙方的實力對比已經甘非釋比 美中彼此之間嚴重缺乏互信 即使在反恐一個傳統上 能夠合作的領域也難以有所突破 文章又引述美中關係專家大多認為 即使北京願意與華盛頓 在阿富汗問題與反恐問題上開展合作 其程度也將會有限 不足以改變美中關係的大局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本質上是一個戰略性決策 他的目的正正是集中更多資源對付中國 撤軍能夠釋放出資源 令美國能夠更專注於 他認為來自中國的挑戰 這種戰略競爭 甚至在阿富汗撤軍之前就已經開始 認為這種戰略競爭未來會加劇 因為美國可以更充分地 關注中國帶來的挑戰 分析又指 從阿富汗撤出之後 美國對再次捲入一場反恐行動 已經沒有興趣 美國企業也不大可能前往阿富汗投資 但中國也難以從目前的局勢中取得便宜 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 並不是磁事事業 在阿富汗問題上 中國今後基本上也幫不到美國什麼忙 在這種情況下 在春年美國中期選舉之前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 不會做出重大調整 阿富汗問題近期為中美創造更多接觸機會 但分析指 如果美國繼續對新冠病毒溯源問題 咬住中國不放 中國可能會發動一波 對阿富汗戰爭暴行追責的行動 中美關係穩定 將會遙遙無期 矛盾進一步升級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收聽